据人民日报海外网1月6日报道 当天俄罗斯空军运输机开始向哈萨克斯坦运送维和部队 吉安组织表示 俄罗斯空天军好几架伊尔76运输机 正在向哈萨克斯坦运送维和部队俄罗斯分队 吉安组织宣称 此举为尽快稳定哈萨克斯坦乱局 哈萨克斯坦暴乱如烟火燎原之势迅速扩大 暴徒们打砸抢烧大型商场 封锁机场 焚烧军车 甚至向总统官邸放火 为了平息事态 哈萨克斯坦当局迅速出动军情维持秩序 逮捕至少200余人 在示威发生地区实行为期两周的紧急状态管制 抗议的导火索是天然气涨价 哈萨克斯坦能源大省曼格斯陶州的能源城市扎脑筋 有市民上街抱怨本地天然气价格突然暴涨一倍 从此前的每升60间鸽上涨到120间鸽 能源价格还牵扯到了和当局关系不睦的石油工人等群体 并波及到周边省市 矛盾迅速扩大 但值得警惕的是 示威人群普遍训练有素 现场还有人拍到 有一辆不明车辆源源不断地向示威者发放枪支弹药等武器 显然这件事不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么简单 6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哈互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 中方认为 哈当前发生的事情是哈内政 相信哈当局能够妥善解决问题 希望哈局势能够尽快稳定下来 社会秩序回归正常